對於在篩檢的人潮 我們在呼籲 就是在急診的部分 大家不要急到 急診室去 盡量到各地方政府 加設的社區篩檢站來做篩檢 那我們也鼓勵基層診所投入提供 裁檢的服務 那請醫院啟動應變機制 服務降載 並雕度人力資源 裁檢通報控床等工作 一方面在醫院 我們進行相關的一些降載 跟一些調度 然後也希望能夠加開社區採檢站 那另外我們規定說沒有症狀 需要快栽陽性 才可以採檢PCR 那今天就從今天就開始 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是17801人 那有3例的死亡個案 境外移入的57人 落地採檢29 居家檢疫採檢28 那中症增加了14名 那共是240名 那中症增加了7名 共35名 是一個未滿1歲的一個女童 大概年齡是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3個月到12個月中間的這個 年齡層 那她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本身有這個神經系統 各種方面的一個疾病 那是在出現症狀 是有發燒的這個症狀去診所就醫 不過因為 她沒有相關的一些新冠的接觸時 比如說 家人都沒有人是有染疫或確診 所以當時 並沒有建議或給予採檢 那回家之後 大概隔2天 有出現呼吸困難跟這個喉嚨沙啞 那有這個一些這個變化之後 再有家人 帶去急診這邊就醫 那在就醫的時候就有進行 採檢 後來也確診 不過在就醫之後就發現說 有這個比較嚴重的缺氧跟 這個呼吸困難 血壓低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 插管使用呼吸器 也轉送到家戶病房去 繼續治療 又使用瑞德西韋 那目前是有這個新冠肺炎合併 呼吸窘迫的狀況 還在家戶病房當中治療 是說現在實名制退場之後是改用社交距離APP 但是有部分民眾說 就是自己明明沒跟確診者 接觸 卻呈現陽性 當然很難 然後他怎麼知道他沒有跟確診者 有接觸過 其實很難 那個就是在提醒你嘛 就可能你就是不自覺 你不知道 然後提醒你 就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就自己要多加的注意 那如果有症狀的話 那可能就要做一下篩檢 有預估疫情的高峰 大約單日會有多少人確診嗎 我們大概 用10萬 15萬 20萬做 低高中的 低中高的一個推估 然後再設定一個 特別的計畫 以防他萬一超出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推估數 那以這樣的情況來做準備